是马总统的国务基要费捐款争议已经一个礼拜过去 那么外界也执一声不断 今天上午的时候总统马英九跟行政队长陈冲就一口同声的宣布 就要删除四分之一的国务基要费以及特别费 马总统国务基要费就会从4000万元减为3000万 那么跟当时阿典时代是一样的 而陈冲则是砍了255万 马总统还强调说他的国务基要费一向都是公款公用 他说一切都是合法的 国民进党主席苏贞昌质疑 说重点不是删了多少钱 而是这些钱到底是怎么花的 因此在野党呼吁马总统应该要公布使用戏目 总统马英九和行政院长陈冲几乎同一时间宣布 要删除四分之一的特别费 所以我要借这个机会宣布 我愿意主动删减国务基要费1000万元 总统府那边就删减1000万 我们这边会删减225万 马总统删1000万 全冲也删225万 两人加起来一共1225万元 他把国务基要费到底是怎么花 比如说他捐款什么用国务基要费 变成个人的名望 这样好像跟国务基要费的性质并不妥当 在一党之一 马总统早就该捐了 因为一个星期前 10月30号 全冲说马总统捐半薪 总统府立刻发文博弑 10月2号 全冲说马总统捐7500万 而且可以用国务基要费捐款 这种说法又被府方否认 陈中连连被马打脸 说法都不拢 直到舆论发酵 马晨两天前才开始危机处理 不想让外界再做文章 但在野党质疑 马总统捐款刻意操作 砍1分之一 你觉得人民会有感吗 砍1分之一只不过是回到了2008年 当民进党交接给国民党时候 那样子的一个标准 从98年马总统上任以来 当时国务基要费 就是民进党执政时期的3000万 99年增加到3800万 隔年又加码到4000万 现在马总统主动删除1000万 民进党质疑 有删等于没删 要求公布戏幕 马晨删除特别费 是要挽回马政府生育 还是真的要与民共体时间 恐怕也让外界物理昙花 三菱新闻林静红 人民月台北采访报道 好 整体事件到底不是 马总统想要转移焦点呢 因为有关他所谓已经捐出 半薪的风波持续的发酵 有人就质疑马总统拿国务基要费 来捐款 那么新天呢 马总统索性大刀一挥 说志愿砍掉1000万元的国务基要费 名义上呢 是需要共体时间 但是令营质疑 说这里头一定有鬼 就说马总统他拿不出捐款名信 不敢把捐款的过程给透明化 于是干脆就用砍国务基要费的方式 来转移焦点 墙上还挂着马总统亲笔春联 新台湾人文教基金会 由马总统支手成立 到底有没有收过来自国务基要费的捐款 有接受马总统的捐款吗 谢谢 基金会解决采访 但是捐薪风头上 急着砍国务基要费是否内情 不单纯 新台湾人文教基金会 敦安基金会 都和马总统关系密切 绿营质疑 用障眼法假公祭司 因为府院对捐款细项 和财产来源至今都不拢 薪水每一个月47万6 他有办法去存到48万 这个不吃不喝 这个都让民众没有办法去理解 为什么有这么好的一个理财能力 把国务基要会的一个明细摊开来 让社会大众来检验 其实不就还你清白了吗 没有那么困难 总统四年薪水 大约只有2700多万 却声称已经支付7500万捐款 钱从哪里来捐到哪里去 总统府就是不肯公布单据 本来该用薪水捐的 你却用国务基要费去捐 那就是标准的工费来试用 那工费试用的话 这很明显的 你触犯到了整个贪污治罪条例 还没解释清楚薪水怎么捐 就急着砍国务基要费 就算是一国元首公款私用 同样没有寻私包庇的空间 陈林新闻 黄宝彤 白乔英 台北策不道 有空间 黄宝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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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乔英